字幕提供 哈囉大家好我是謝章生 那歡迎收聽這一期的行銷talk show 我們上一期呢跟大家聊到自然搜尋結果 也就是SEO搜尋引擎優化 可是SEO呢通常沒有個半年一年成效不太怎麼樣 不太明顯會看見 那有沒有開外掛的方法呢 有的就跟怎麼樣 就跟迪士尼樂園你買快速通關一樣 就不用排隊比較快 所以簡單的外掛就是怎麼樣 用錢解決 也就是我們今天要聊的這一篇 也就是所謂的關鍵字廣告 那通常關鍵字廣告只要基本原則呢 有掌握的話 那你的關鍵字排上第一頁 就是你買這個字 那你們家的網頁排上第一頁 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 可是問題就是說 那如果你今天攻上了第一頁 已經被你怎樣排上了第一頁 那然後呢 對啊然後呢 所以這一篇文章齁 就是這一個音頻的這一期 我們來聊聊就是我這幾年 操作關鍵字廣告的一些心得 那一開始我們還是先怎麼樣 照顧一下初學者 交代一些基礎知識 因為有可能你從來沒有碰過什麼 關鍵字廣告嘛 那關鍵字廣告通常你在打某一個關鍵字 例如說你今天打空氣清淨機 那上面一定會有怎麼樣 會有幾則是關鍵字廣告 那通常呢 它的一般來講 一個頁面呢 大概會有七個關鍵字廣告 那通常是上面四個 下面三個 好那問題來了 那既然是上面四個 下面三個 那有人就需要怎麼樣 有人就會排在第一嘛 那有人就會排在第六嘛 或是有人就甚至排到怎麼樣 第二頁去嘛 所以我們第一件事先來聊一下 關鍵字廣告的排名 是怎麼決定的 那關鍵字廣告的排名呢 其實是跟三件事有關 分別是出價 出價 出的價錢 那第二個呢 叫品質分數 這是Google發明的一個專有名詞 那第三個呢 就叫做廣告額外資訊效果 廣告也會有資訊效果 那其中的第二件事 品質分數 又跟三件事有關 分別是點閱率 然後廣告文字關聯性 跟到達網頁品質 好我覺得你 我知道你一開始初學 如果你初學的話 會有點混亂 好先不用混亂 你就先只記得這樣 就是一個人的關鍵字廣告 他會排在第一第二第三 通常是跟三件事有關 一個呢叫出價 第二個叫品質分數 第三個叫廣告額外資訊效果 那只是品質分數呢 他還有在拆分出三個東西 好那我們等一下再慢慢聊 那第一個我們來聊一下出價 就是出的價錢 那通常初學者 你在玩Google關鍵字廣告的時候呢 你對出價是沒什麼概念的 所以一般來講系統的預設呢 是自動出價 那就是授權電腦去幫你出價 那其實你可以一開始先授權他自動出價 那以Google來講他也是不斷建議你說 你就授權給他自動出價 因為有時候你手動出價 其實你初學的話 也不一定有概念要出到多少 然後配合怎麼樣的策略 這個有時間的話我們後面呢 再來專聊出價這件事 那第二件事呢叫品質分數 品質分數 品質分數他是大概介於一分到十分之間 那如果你的分數低到一個程度 那廣告呢就會出現不了 就無法曝光 那如果說你的品質分數高 那通常你的出價就不用出太高 也能維持住這個排名 這個有點像你今天考那個第三名 或是你今天考第二名 那你的國文可能輸人家 可是你英文贏過人家 這樣那個加總加一加 你還是贏 所以我們呢這一次的排名 就關鍵字廣告的排名 他就考三個科目 一個叫出價 一個叫品質分數 一個叫廣告額外資訊效果 所以如果你的品質分數 那個分數比較高 那出價呢就比較不用出 等於你就不用付那麼多錢 那只是說品質分數還有再分三件事 這我們等一下再聊 我們先把第三件事聊完 叫廣告額外資訊效果 那廣告額外資訊效果 通常是關鍵字廣告下面會有一些副標 或者是會有一些電話 或者是會有一些地址 這個我們都把它稱為叫額外資訊 那如果是跟網站有關的 就把它稱為叫網站額外資訊 那這個如果你比較沒有概念的話 你可以參考一下我們這個音檔 會附給你一篇參考文章 那這裡面會有附圖 裡面會有附圖 好 所以你的排名呢 到底是排第一第二第三 就會跟這三件事有關 分別是出價品質分數 跟廣告額外資訊效果 好那我們接下來就要再繼續聊了 那品質分數呢 又跟三件事有關 就跟點擊率 第一個叫點擊率 然後第二個叫廣告文字關聯性 第三個叫到達網頁品質 好那我們現在講第一個叫點擊率 那點擊率呢 一定是跟你的文案有絕對關係 一定是跟你的文案有絕對關係 那我們往後再有機會再專開 一起來聊這個題目 那通常來講呢 先掌握一個原則 就是你的關鍵字 你的關鍵字一定要出現 什麼意思呢 也就是你今天買空氣清淨機這個字 那你的文案呢 應該也怎樣 也要出現空氣清淨機 那這個也跟第二件事其實怎麼樣 是一曲同工之妙 為什麼 因為第二件事就叫做廣告文字關聯性 好再舉個例子 例如說我今天買FB廣告課程這個詞 那我的廣告文案呢 就應該也要出現這個詞 那我的廣告文字關聯性就會怎樣 拿到比較高分 那第三件事 第三件事 叫到達網頁品質 那到達網頁品質的基本分呢 就是我如果今天去設定FB廣告課程這個詞的話 那我的到達網頁裡面應該也要出現這個詞 這很合理嘛 對不對 那加分的部分呢 加分的部分就是跟FB廣告課有關的字 你有沒有出現 舉個例子來說 假設我們今天去聊到一個教育訓練的課程 那網頁裡面會不會提到課程大綱 會不會提到受課講師是誰 會不會提到課程講義 這些東西如果你都有提到 那你就會得分 簡單講就是你把你的產品介紹 你把你的活動介紹寫詳細 那這邊呢就會得分了 那如果你要做得再更進階的話 那這個部分就會跟SEO裡面的網頁健康診斷 就網頁健診 SEO裡面的網頁健診方向是相同的 例如說你的網頁呢 是不是行動裝置有上化 就手機是不是怎麼樣 觀看很方便 那速度快不快 這個都有工具 這個都有工具做檢測 我們在上一篇那個SEO的時候 其實已經有提過這個東西了 好那接著我們來聊一下 大部分的人會比較困擾的事 叫做你要設定什麼關鍵字 好我們舉個例子來說 舉個例子來說 那請問打瑜伽酷的人在想什麼 廢話那當然想要怎麼樣 了解瑜伽酷啊 那如果他是打Lululemon 瑜伽酷呢 哇那他幾乎怎麼樣 確定就是要跟Lululemon買了 就Lululemon 那我們大部分可以把一個消費者 買東西的過程呢 分成前中後三期 舉剛剛的瑜伽酷的範例來說 在那個消費者的末期 後期 他可能就會打Lululemon瑜伽酷 那他的中期呢 可能就是打瑜伽酷是什麼 因為他還在評估說要買哪一個牌子 那如果在前期呢 在前期呢 前期怎麼樣 前期就是 那這個產品主要是要解決消費者的什麼問題 這個產品主要是解決消費者的什麼問題 所以瑜伽酷的前期呢 消費者在Google的時候 很有可能打的叫做腰痠背痛怎麼辦 腰痠背痛怎麼辦 所以來你看一下 一個人呢 他通常一開始先發生問題的時候 他可能怎麼樣 是在採購前期 那這時候他會去打腰痠背痛怎麼辦 那他可能會看到很多文章 對不對 那解決腰痠背痛的方法怎麼樣 起碼不只一種 你可以去按摩 可以換個椅子 可以買個智慧手錶 提醒你怎麼樣 時間到固定要站起來一下 當然你也可以練瑜伽 所以你這個消費者 最後選擇了瑜伽 那可能的情境呢 就會需要怎麼樣 一條瑜伽庫 一條瑜伽庫 所以通常我們的關鍵字呢 一開始都先是佈局在中期跟後期 因為這種消費者通常怎麼樣 他短期成交的機率比較高 OK 那如果說你的 中期跟後期的關鍵字 都已經佈局的差不多了 就該買關鍵字的也買了 然後該做SEO了也怎麼樣 也做差不多了 那這時候我們就會來到前期 來到前期 就開始去寫一些什麼 跟他問題相關的文章 例如說你可能就會寫一篇怎麼樣 解決上班族腰痠背痛的五種方法 那真的就是一個怎麼樣 很客觀的建議 那只是說其中一種方法怎麼樣 可能就會建議他去練瑜伽 練瑜伽 所以這大概就是我們的那個 前中後期三期的狀況 那如果你的前期已經寫了很多文章的話 那其實你不用一篇一篇去下關鍵字廣告 因為Google目前已經有那個 動態搜尋的關鍵字廣告 它可以自動去抓你網頁的標題 去生成關鍵字 所以等於就是說你不用一篇一篇設 這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你再去研究一個東西 叫動態搜尋廣告 動態搜尋廣告 OK 好 那接著我們來跟大家聊一個 如果有經驗的話 如果有操作經驗的話 那比較困擾的問題會是哪一個 如果你已經有操作經驗的話 比較困擾的問題應該是在 如何優化成效 那這邊大部分的人指的成效 應該都是指成交 好 可是沒有任何一種方法 可以保證近戰的客人呢 是百分之百想買 那成交率也就是轉換率 其實相對來看呢 要用比較的方式去看 會比較客觀 那如果說你們家有用GA 就是Google Analytics的話 那其實你把每一種方式去做比較 你會發現說 打關鍵字廣告進來的客人 其實它在轉換率部分 在成交率部分 其實已經是算高的 已經算是在前三名的狀況了 那實務上是比較悲傷的事 有可能是這個客人怎樣 真的買了 只是他不是跟你買 只是他不是跟你買 為什麼呢 來舉例喔 假設今天有一個消費者 他打Dyson V11 他打Dyson V11 那購買意願應該很明確了 因為他連行道都打出來了嘛 對不對 可是如果今天是Momo Go去下了這個關鍵字 可是網友搜尋完結果之後 他發現說 PC用也有賣 而且他怎麼樣 他的Dyson V11呢 一樣型號 一樣配件 他還比Momo便宜200塊 那就這200塊 客戶怎麼樣 就可能跑去跟PC用買了 那又或者說打FB廣告課程 推薦這個字的人 應該意圖也是很明確了 可是他還是不一定怎麼樣 會報名我們的活動啊 為什麼 因為畢竟全台灣也不是只有我們公司 或是只有我再交FB廣告 別的單位或是別的老師也有提供這樣的課程 OK 所以大部分 大部分 會有這樣的狀況就是 如何優化成效 你要去想的是說 那這個消費者呢 他不買 那原因有可能出現在哪邊 那等一下我們再來講 所以優化成效部分呢 其實如果是以廣告端優化成效 首先要去做的應該是排除怎麼樣 排除無效的關鍵字 排除無效的關鍵字 什麼叫排除無效的關鍵字 舉個例子來說 像Google關鍵字的預設呢 通常它的預設設定是廣益比對 什麼叫廣益比對呢 例如說我今天去買的FB廣告課程這個字 那系統會覺得說跟它有關的字 也都會跳出我的廣告 甚至是網友打錯字 所以例如說網友今天打FB廣告課程 更正 例如說網友今天打FB廣告投放課程 或是他今天打謝章聲 或是他今天打臉書行銷課程 那我的廣告也都會跳出來 為什麼 因為這些字呢 是被系統判斷 是跟FB廣告課程是相關的 可是有時候系統會跳出怎麼樣 不相關的字 例如說呢 像我們公司的公司名稱叫三星統計 所以廣益比對的情況之下呢 有時候網友打三星財統計 也會跳出我們的廣告 可是打這個字的人應該是想要看 那個什麼 地下簽讀的名牌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沒有提供這種服務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就必須要把這個字去把它設定排除 所以通常你在優化成效應該 首先要做的就是每天要看一下 然後去排除無效的關鍵字 那有沒有必要為了這樣去設定成完全比對 什麼叫完全比對 就是網友 我今天去買FB廣告課程 那網友真的也是要去打FB廣告課程 多一個字少一個字 你的廣告都不會跳出來 或者是他打錯字 可是這樣的話怎麼樣 就會喪失商機了 因為例如說 像網友他可能打臉書行銷課程 那這個就跟FB廣告課程很相關啊 可是我的廣告怎麼樣 就沒有帶出來 為什麼 因為我去設定完全比對 所以一般來講 我會建議大家去設定廣益比對 然後每天有空去看一下帳戶 去排除一下無效的關鍵字 這個應該是優化裡面的基本功 這是應該優化的基本功 OK 那接著呢 接著呢還有一些人的問題是說 那Google廣告 Google關鍵字廣告 越來越貴 那關鍵字廣告的底價是Google訂定的 那隨著想要買廣告的廠商的數量 多的話價格就會漲 那少的話價格就會跌 那這幾年來看呢 價格都是慢慢去漲的 就慢慢一直漲 每年都慢慢一直漲 只是沒有說暴漲 那為什麼會是這樣呢 因為就是大家都用嘛 就是大家都用嘛 因為現在大家如果有什麼事的話 你還是習慣怎麼樣 去問Google大神 那這時候你就要去想一件事 所有的廣告呢 其實目的是要幫你帶新客人 幫你帶新客人 所以當你發現有一種方式有效的時候 長遠來看你就要警覺了 警覺什麼呢 你就要給自己一個思考訓練 甚至有時候要演習一下 演習什麼呢 就是有一天你能不能 只有部分客人是靠Google介紹進來的 或者是甚至你可以完全不靠Google 有時候你可以自我挑戰一下 就是一整個月都不要下Google廣告 那改用別的方式 看能不能撐住業績 或是一整個月都不用AV廣告 同理都一樣的邏輯 為什麼要這樣呢 我舉個範例 就好像如果你們家90%的業績 都是一個明星的業務所創造的 那你覺得這樣是好還是壞 好啊 好的話就你找到人才啦 壞咧 壞的話就有一天如果這個業務怎麼樣 不見 那怎麼辦 對不對 好所以我們接下來聊一件事 就是最後我們來聊一下這件事 就是Google關鍵字 那如果你排到第一名之後 那又怎麼樣呢 對不對 好我們來看 舉個例子 例如說交友軟體呢 或者是社群軟體 不是都有好友推薦的功能嗎 可是沒有人規定說 第一個跳出來的 你一定就要按喜歡 或是你要按那個同意 這個交友邀請嘛 對不對 可是基本上呢 大家可以同意的是 有出現 有出現 才有機會 那身為行銷人員呢 其實你要避免一件事 就是過度鑽研工具 鑽研到變成說 手上有錘子 看到什麼東西都是釘子 什麼意思呢 也就是你剛學會投放廣告 那你就覺得說 嗯什麼東西都可以用Google廣告解決 或是你剛學會AB廣告 你就覺得什麼東西都是可以用AB廣告解決 沒有的沒有的 通常一個消費者購買的流程 一定是跟怎樣 傳統我們教的AIDA理論一樣 什麼叫AIDA理論 就第一個 他先注意到你 這個叫A 那注意到你之後 有些人會產生興趣 有些人不會 所以產生興趣的這些人 我們把它稱為叫I 對不對 那產生興趣之後 有些人就會去想說 要不要去買 這叫有慾望 開始有慾望去評估想不想買 這個叫D 那最終呢 有人真的買了 最終有些人就沒有買 這個叫A 所以當你順利成交的時候 就是你成交很順利的時候 通常什麼問題都不是問題 就一般人常講的嘛 叫什麼 訂單解百病 達標解千仇嘛 對不對 可是當你今天成交不順利的時候呢 你反而應該透過報表去檢視 你是曝光出了問題 也就是所謂的廣告端出了問題 還是進來的流程呢 也就是所謂的銷售業出了問題 還是本質上呢 產品需要去做一些加強 也就是所謂的產品力的問題 所以你過度把問題都放在廣告端 也就是曝光 其實怎麼樣 其實有時候沒有辦法去解決到 本質端的問題 所以當你今天用了關鍵字廣告 你發現沒有成交之後 你反而要靜下心來去看 到底是我的廣告 沒有辦法把客人吸引進來 還是呢 客人吸引進來了 可是不買 那如果說客人都吸引進來了 但是就不買 這個就跟廣告 沒什麼關係了 你反而是要放中心去看一下 你的銷售業 或者是你的產品力的本身定位 OK 所以這個呢 大概就是我們這一期 在關鍵字廣告這個議題呢 要跟大家分享的東西 好 那我們下禮拜再見 拜拜 拜拜